线性弹簧 也就是使用物理动力围绕一个装备体移动零部件的模拟成分 可以实际上是线性弹簧或者是扭转弹簧 按钮就在动画当中的弹簧这里 这里两种内型 一种是线性弹簧 直线的弹簧 再一种就是扭转弹簧 纵表里的扭转弹簧 这个弹簧的这个端点 选中端点 底下就是这个弹簧的系组 钢头系组 圆长 这个弹簧还可以设置阻尼 这个我们可以设置一下 我们现在选的就是线性弹簧 你要选中这个弹簧当中的两个端点 你要给它找到 这个地方一个端点 这地方一个端点 那么这两点你一找到 这个图形上自动有一个预览 一个弹簧就出现了 你在这里需要做的就是这个弹簧的这个弹簧常数 也就是钢头系数k是多少 你要给它进行输入 这个弹簧的圆长 你也可以进行这个输入 这两个重要的材料 你就只要输入进去 弹簧就能模拟了 如果你还 如果你还要知道阻尼的话 那这就是阻尼器 相当于说这个减真器 你也可以进行模拟 一旦你确定 就可以生成这个弹簧的这个特征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